潮州政工所公布潮州春节市集年度最新招商方式 潮州春节市集每年都造成大轰动 即使前些年受到疫情影响停办 但近两年半里无论是特区竞标或是一般区登记都破记录 加上近年潮州致力推展观光 因此预计2025年的竞标活动将渴望创新记录 目前开放特区投标时间是11月20至12月10号 欢迎乡亲永越索取简张报名 掌握竞标之绪 114年的潮州春节假日市集 也就是我们农历年的春节假日市集 我们是从大年出戏到大年出市总共有五天的时间 那我们现在开始在潮州政工所的官方网站上 先公布我们的简张 跟我们的特区竞标一般区的一个登记跟筹签 那我们目前从11月20日开始 那我们有公告特区竞标 也就是这个我们的信封可以 大家可以来到潮州政工所的一个建设客领取 我们特区竞标的一个简张 预计在12月11日上午10点 在潮州政工所三楼进行特区竞标开标 今年度将在2025年1月28日至2月1日 一共五天办理春节市集要让大家嗨翻潮州 那我们特区竞标投标的时间是从11月20日到12月10日下午4点半截止 那时间这几天的时间大家都可以考虑要做特区的竞标 那我们简张里面有我们的竞标须知 那还有我们的配置图 跟我们春节市集的位置图 那竞标的标单 那有兴趣要参加特区竞标的 那请务必在11月20日之后 那带我们的潮州政工所建设客领取我们的投标标单 另外一班区摊位也预计在2025年1月8日至10日 上午9点至12点在潮州镇运动公园体育馆受理登记 请乡亲拭目以待 也请乡亲把握时间赶紧来投标 一起来抢摊 记者不宜听杨正义采访报道